记者杨明依台北报道 文字幕志愿者 因为喜欢摄影又爱好旅游 主节多为国内外名胜 如荒利山观世出 赤壳金珍山 嘉义孔妙朝圣 夏龙湾印象 银肉童心协力 我内心的乌托邦等 注入个人感悟的画作 花甲之年提笔作画 和民宗笑称 要感谢妻子林书惠和画家黄赵帮 原来一开始是林书惠先学画 和民宗某次看妻子的画作不顺意 想修改却被拒绝 就赌气买了一套自己的画剧 想不到一画就停不下来 不但在2011年 创立佳 以现创意画会并担任首阶里市场 也在协制工商设立一文展览空间 邀请艺术家艺文团体展出 提供青年学子 社会大众家园平台 推动了人家男的艺文风气 自学摸索五年后 类球精进突破 和民宗到黄赵帮的话 会延续班进修 他说 黄赵帮教学非常成功 如果有人说我都不会 我画的都不像 黄赵帮就告诉他 愈不像愈好 愈不像愈有创意 现在是讲究创意的时代 所以大家都很有信心 画图画得很快乐 和民宗透露 他和黄赵帮的缘分不仅于此 36年前 两人还同时得到第一届师奪奖 黄赵帮是美术教育类 他是教育行政类 习惯后 他常用黄赵帮当翻例 提醒学校老师 千莫不要让孩子觉得挫折 一旦有挫折感 孩子就没兴趣学习了 和民宗游艺创作回 不展全国群回展 顾舞场次 台北为第二场 即日起至5月2日 与国立台湾艺术教育 管美学空间展出 后续将至章画生活美学馆 嘉义市文化中心 台南生活美学馆展览 和民宗游艺创 综回故展展出 38幅游画 其中有多件版号画作 展现他丰沛的创作力 记者杨宁遗社和民宗游艺创 综回故展 台北长次于国立台湾艺术教育 管美学空间举行 记者杨宁遗社和民宗游艺创 综回故展展出内容 以在现自然物像的具象画作为主 记者杨宁遗社和民宗 2013年画作嘉义孔妙朝圣 记者杨宁遗社和民宗 手持麦克风者 为嘉义县民雄相携制工商董事长 现身教育于50载 今日北上参与画展开幕的嘉义民众 约百名 场面热闹盛大 记者杨宁遗社 字幕志愿者 杨宁遗社